手机扫码出示健康宝 非急诊预约挂号 无接触时配送 疫情以来未减少接触各行各业数字化发展迅速 但同时也让本就出网困难的老年人 与发展迅速的数字社会越来越远 甚至影响正常生活 12月1号在北京花园路街道市民活动中心的智能手机课堂上 年过七旬的江奶奶正在认真学习使用手机导航 她已连续三次参加这个每周一节的课程 在上课之前 江奶奶时常因为使用手机不熟练而感到寸步难行 江奶奶的同学马爷爷今年76岁 从2019年就开始参加智能手机课程 马爷爷表示 许多老人都愿意主动学习使用智能手机 但没有渠道和衰退的记忆力是最大的障碍 这健康保的现在没问题 以前不学他就不会啊 好多老年人都想啊 二女都工作忙 记忆力不行 刚说完了觉得会 点了点也通 没这五分钟十分钟再一点就忘了 现在我就挺欣慰的就说 现在的年轻学生啊 科技助老 我觉得特别欢迎 马爷爷所说的年轻人是课堂上一对一位老人教学大一解惑的志愿者 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志愿服务队 今年读大二的志愿者阮青表示 作为一名在互联网陪伴下长大的00后 志愿者的经历让他真正认识到老人正在面临的困难 我之前就以为他们遇到的问题可能都不是很大 但是实际上接触的老人多了之后就发现 他们不会用的软件可以说是遍布我们常用的技术软件 其他的时候也会遇到老人 就是交了很多次 他们都会忘记 还是需要一个共情的能力吧 就才可以很好的理解老年人他们的一个情况 花园路街道的智能手机课堂是在一支由大学生创立的科技助老工艺团队西洋在城的推动下创办的 西洋在城公益中心主管 目前仍研究生在读的隋明哲介绍 老年人的数字鸿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而疫情让问题更加凸显 西洋在城是从2011年 目前我们在全国有100支高校志愿服务队伍 每年服务超过200多个社区 我们发现老年人在 其实不管是从现在还是在10年前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随着新鲜科技越来越发达 但是老年人却跟不上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今年疫情的影响下 从之前的主动选择 逐渐的转化成被动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隋明哲表示 2020年以来 在疫情的推动下 越来越多社区主动开办智能手机课堂 他呼吁社会公众 从转变观念做起 多交一交 等一等老年人 也有越来越多的社区主动联系到我们想要开展西洋在城的活动 在我们的课堂上也非常的明显 参与的活动的老年人数也越来越多 每天每个人能够拿出10分钟的时间 能够去教授家里的老人学习这方面的一点点 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方便 快捷 以及便利的这样的一个电子产品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能够让更多老年人能去适应我们的新型化社会